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荷兰热热闻温度 现在报告10月11日晚间新闻 首先是荷兰的消息 亲自开飞机 荷兰国王和皇后 开始对瑞典进行国事访问 荷兰国王威廉·马力山大和皇后马克斯玛 已经抵达斯特哥尔摩 开始对瑞典进行为继三天的国事访问 这趟的行程是荷兰国王以赴驾驶的身份 驾驶飞机前往 据行家说 为了保住驾驶执照 每年必须保持一定时间的飞行操作 今天早上 瑞典王主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丹利尔 在首都的机场接了他们的飞机 下午 荷兰国王和皇后 在瑞典的皇宫 受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和皇后西尔维雅的正式欢迎 今晚 荷兰国王和皇后将同议长和即将卸任的总领安德森会面 第一日的国事访问活动 已在皇宫举行的国宴结束 这次荷兰国王对瑞典国事访问的重点 是可持组的能源转型 即是从化石能源 到可再生能源供应的转换 明天 荷兰的皇室夫妇 将参观斯坑的纳维雅半岛最大的一家能源公司 这家能源公司 完全不使用化石的原料 陪同荷兰国王和皇后访问瑞典的 是荷兰的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和教育部长迪克格拉夫 以及基础设施部的国务比斯海伦 而国防部长奥尔隆格兰也除行 因为国事访问期间 还将关注荷兰和瑞典的国防合作 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是瑞典目前最重要的话题 自从乌加兰战争开始以来 这里就一直担心俄罗斯 也会入侵斯坑的纳维雅半岛 联合国大会投票 反对俄司提出的 以无记命投票的方式 表决吞併乌兰4个地区的提议 据俄司说 这样的投票是必要的 因为西方游泳段 会使得各国难以公开表明立场 但是 大会的193名城中 有107人投票 反对俄司的提议 因此 吞併问题的投票 必须是公开的 有13个国家反对公开投票 而有39个国家弃权 包括中国 对俄罗斯吞併问题的投票 会在星期三或星期四进行 乌克兰媒体说 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 澳德萨州、基库州、 汶尼释州等多地发生爆炸 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的警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乌克兰国家网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消息 说 有消息称 澳德萨州发生了爆炸 还有消息说 文尼释州亦发生爆炸 而乌克兰多地传出了爆炸声 俄罗斯的军方证实了今天的集击 而中国外交报发言人 毛零11号说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发展感到担忧 呼吁相关的各方 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解决分歧 拉夫罗夫证实 普京将与埃尔多安见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3号 会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 讨论乌兰问题 回眠 是在哈萨克首都阿斯特纳举行的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表示 俄罗斯准备跟西方就乌兰战争进行谈判 不过 他说他还没有收到认真的谈判建议 他说 他想跟美国或者土耳其 讨论结束战争的方法 这一场战争 已经迟组了近8个月 俄罗斯受损失惨重 拉夫罗夫说 白宫安全发言人 日汉 阿比曾经表示 俄罗斯拒绝了谈判的提议 他说 这是一个谎言 我们并没有收到一个认真的提议 拉夫罗夫说 土耳其总统阿里多安 这个星期傻晚 在哈萨克斯坦和普京会晤 就有机会向普京总统提出建议 普京可能会在下个月 在印尼巴黎岛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方面并不反对举行这样的会面 俄罗斯和乌兰之间的最后一次直接的谈判 是在3月下旬 当时 战争已经迟续了1个月 之后 唯一严肃的话题是粮食交易 即通过黑海出口乌克兰的粮食 有关的机构是在与联合国和土耳其协商之后 在7月底建立的 乌兰总统泽连斯基 昨晚与联合国秘司长古德雷斯通话 双方就乌兰多个城市早前遭受凶杂进行交流 并讨论了与乌兰局势相关的其他议题 泽连斯基感谢古德雷斯对局势的关注 他们共同谴责了俄罗斯的军队 对乌克兰城市发动的攻击 泽连斯基就在社交网上说 分别与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的领袖通话 在防空方面尋求协助 他说 他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 又指防空系统是目前两国防务合作的最优先事项 他又说 他曾经向加拿大总理特努多表示 乌克兰需要一个防空网 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的设施 报道说 泽连斯基对英国首相特拉斯表示 在国际政治及防务上巩固对乌兰的支持 他依赖英方发挥引领的作用 特别是保护乌克兰的天空 在俄罗斯星期一对乌克兰多座城市狂轰烂炸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 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尖端的导弹防御系统 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表示 他已经让白俄罗斯的军队 和俄罗斯军队组成联合部队 以应对边境的威胁 防范乌克兰及北约的攻击 劳卡申科1210号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表示 由于局势升级 他已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就部署联合部队达成共识 他说 当威胁达到相应的程度时 就会出动联合部队 他说 所有措施都按双方签署的文件推进 劳卡申科又说 乌克兰及北约正计划对白俄罗斯发动攻击 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也没有表示两俄的联合部队会部署在哪里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白俄罗斯虽然未有直接参与作战 但被俄罗斯的军队穿越白俄罗斯的领土 向乌克兰发动攻击 劳卡申科对与会人员表示 联合部队已经开始组建 白俄的武装力量和军队 是联合部队的基础 他又说 不要期望有大批俄罗斯武装人员的部署 但也不会只有一千人 白俄罗斯方面 近期要准备好接收有关人员 并按照计划部署在有需要的地方 而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克列宁 说白俄罗斯军队执行的计划是防御性质的 但如果受到侵略 将即刻作出严厉的反应 克列宁说 对于有说法 指白俄罗斯的军队或者会攻击乌兰 他对此担忧 强调白俄罗斯不想对乌兰及其他轮角发动战争 但警告不要挑衅白俄罗斯 只要对方不采取错误的做法 就不会发生战争 而白俄罗斯流亡反对派的领导人哈洛夫斯卡瓦 10月10日刹文时 在个人的推特上发表文章表示 乌克兰不会对白俄罗斯构成威胁 他说 这些都是努卡申科的方言 并担当着白俄罗斯的军队 不要参与普京对我们的轮角发动的战争 看看英国的消息 英国内政部表示 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300多名球迷 将被禁止前往卡塔尔看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路透社报道 星期五开始生效新措施 防止曾经与足球布里斯有关的支持者 参加这一行11月20号 至12月18号举行的运动成事 英国内政部长布雷弗曼说 我们不会让少数违法者的行为 殿污这场扣人心言的比赛 英格兰上足球赛季 闯入球场和人群糾分的事件急剧增加 英超联赛在新赛季开始前 就引入了更加有力的安全措施 来控制不当的行为 德国的总理肖尔茨又亦做舒尔茨 计划在11月3号至4号访问中国 此行 将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七国集团首位政府领导人出访中国 美国的网络媒体Politico 从两名知情者那里 获得这个信息 如果这个访问成行 肖尔茨将在中共十二代之后 会误习近平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而且距离巴黎20国峰会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习近平和肖尔茨都答应参加这次峰会 德国政府的发言人 还没有证实总理的访问行政 依照惯例 总理出访会在前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宣布 据Politico报导 肖尔茨多次强调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 一名知情者透露 德国的总理将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 触及遵守国际法重点的意义 并敦促中国的领导人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强硬撕眼 此外 肖尔茨希望北京作为伙伴国 和全球各大经济体一度加入气候俱乐部的行列 他们的会谈 是不是涉及台海的议题 还不清楚 有关肖尔茨11月初即将访华的消息 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 9月底 有报道说这项行情推迟 但在今年年底之前访华仍然有可能 自宵宇迟去年12月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以来 已经过去10个月 而上一任德国总理默克尔 在2019年9月最后一次访华 从那时候开始 欧盟和中国之间围绕着新疆人权 香港 立陶宛 乌克林战争 和贸易投资壁壤等一系列争议问题 清单越来越长 双方之间的关系 一再恶化 德国驻美国的大使哈伯日前发推文 支持 乌克林战争访华 他指出 德国现任政府对华有着不同的做法 而中国政府也认知德国的改变 我们必须两点都要做到 一个是接触 第二个是威胁 2017年 习近平和时任汉堡市长的蕭尔茨 曾经在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上见面 之后 就是201年12月 蕭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之后 两个人的视频通话 看看中国的疫情 西安暂停线下的交学 因应疫情的发展 陕西省西安市星期二 即是11号的支流组 发布停货的通知 要求除了初中高中毕业年级之外 其他年级暂停线下教学工作 复货时间临行通知 此外 陕西省图书馆 秦始皇帝宁博物馆 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相继发布暂停开放的公告 据陕西省卫健委的通报 全省星期一10号新增24例本土的感染 其中 西安占了11例 而深圳发现病毒的变异株 深圳在11假期结束之前 出现新一轮疫情 并且首次发现了 BF7的变异株 据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星期二的消息 当地已经调整了防控措施 要求所有回来深圳的人员 抵达深圳之后 核酸检测进行三天三检三笔 即是核酸三天每天一检 期间不聚餐不聚会 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 借住访客 中国疫情还处在严格丰厚的阶段 热门的景点门口罗掌 中国内地的本土疫情自主 加上多的地方曾经倡导民众就地过节 导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的出行人数大幅下降 其中四川九寨胶在七日假期里 只有211人到访 可谓历史上最难的一次 据中国媒体南方周会报道说 受疫情的影响 以周边游 本地游为主的 未旅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趋势 与之相比 一些老婆的旅游景点 意外遭到冷遇 单日可容纳4万人的九寨沟景区 7天里面 只是盈利了客人211人 单日人数 分别是1人 7人 4人 55人 60人 53人 31人 相关的数据显示 211名的游客 都不及2021年同期的领导 2021年的国庆假期 九寨沟景区迎客 191,290港元人次 亚伯旅游区工作人员介绍说 往年国庆假期期间 九寨沟 并没有出现过 这种客流量极小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九寨沟并不是个案 国庆假期旅游期间 四川亚伯州核来的 黄龙风景区 和四姑娘山的游客数量 都是个位数 甚至没有人游览 而以往的旅游目的地 包括西藏的拉撒 新疆的乌鲁木齐 云南的西双版纳 海南的三雅 都出现冷清清的情况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